好,我们来看一下112年会考大陆考场的第9题 这里是讲说某个小吃店里面每份肉园的售价均相同 其实这个字就很长 这字很长,首先你先看一下 你先不要看数字 这个题目到底在讲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在讲说 第一个它就是去买肉园 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你自备容器的话 一份肉园可以折抵若干园 可以折抵一些钱 这样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就是现在环保意识抬头嘛 就是说希望你自备容器 这样 那接下来呢它就问你说 就是后面有一些数字 它说外带三份肉园 其中一份自备容器 附了一二五 那另外呢 每人外带一份肉园 一共五个人 两份自备容器 共付了两百零七 求这个自备容器 外带一份肉园 折抵多少钱 很多同学看到这一题呢 一定会先这样假设 假设呢 自备容器外带一份肉园 可以呢 折抵X园 可是呢这样子的话呢 你列势还是列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知道一份肉园多少 所以呢你还可以假设 你还要假设 一份肉园是 就不要再假设X 因为那就重复了 假设一份肉园 Y园 好 接下来呢 请看 红色这句话 有一个R圈 外带三份 三份肉园 一份自备容器 三份肉园就是三Y园 对不对 一份自备容器 折抵X园就减掉X 减掉一个X 共负125 等于125 好 这第一个式子 那第二个式子呢 隔天呢 他说一共五个人 每人外带一份 所以就是五份哦 五份就是五Y咯 那扣掉多少呢 两份自备容器 扣掉2X 共负207 共负207元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里面有两个位置数 X跟Y 然后这个叫做 二元一次连立方程式 我们假设这是第一次第二次 那你要这个 解这个二元一次连立方程式呢 我们常常用 加减消去法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加减消去 一种呢 是代入消去 那不管哪一种都可以 只要解得出来就好了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这题目是这样 3Y-X等于125 5Y-2X等于207 那其实呢 你就把它 开始要消掉Y 或是消掉X 如果你要消掉X的话呢 首先必须要把 这个X前面的这个系数呢 把它变一样 这减掉X 这减掉X 其实是减掉EX 那减掉EX 怎么样跟这个 这个减掉2X一样呢 就把第一次乘以2就对了 每个都乘以2 3Y乘以2 6Y 减掉2X 等于125乘以2 那就用减的 那第二次减第三次 还是第三次减第二次 随便你 看你习惯 习惯怎么样 都可以 我们假设是第二次减掉第三次 那其实呢 你可以这样子 花一条线把它减掉 好 减掉以后 5Y减6Y 剩下-1Y -2X 减2X 自己减自己就没了 207减掉 250 -43 -Y等于-43 所以Y就等于43 那Y算出来是43了 你再带回去 带回去随便哪个式子都可以 带回去的意思是说 就把里面这个Y把它换掉 换成43 那你看 3Y减X等于125 3Y 3乘以43 减X 等于125 3乘以43 129 减X等于125 好 所以X算出来呢 就会等于4 X算出来就等于4 所以也就是说呢 自备容器外带一份肉圆 可以折抵4圆 所以这题答案选C 这个选项 好 那这个呢 主要是考两个地方 一个是你能不能把文字变成式子 第二个是呢 你能不能把它解出来 那这两个呢 都必须要会 你才能够 完全的 完整的解答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那我们就先讲到这边